今天大家来到这里,感觉非常好 就变奇怪了,如果不正式呢,感觉大家聊天的话 如果好像是说我对这个位置不尊重 所以我就依我自己的想法,就跟大家聊一聊 说一说经历,那随便说一说 然后呢,我一下子在想这个演讲的时候 我刚开始想的时候,脑子里就不停的跳出来 就是村伯的一个话,就是他在面试的时候,问犧牲的时候 问犧牲的时候说,你能给CSIC带来什么 这个问题呢,让我们在座的有个比office还困扰了好久 是谁我就不说了,反正他也进来了 你能给CSIC带来什么 后来这一年下来呢,我感觉说 作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office 就是,我尽我的力,给CSIC带来一些东西 首先先从,如果要说竞选的话就 好,快 这也是纳索获吧 你也没带来,他太早了 好,如果瑞泽如果提了的话,就是我尽线在这里面 说我这个人最大的守候 好,咱们回到这个话题上继续谈 首先呢,先从,先从说我这个人做人来说 我这个人做事呢,就是说 无论是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计划 而且我的原则呢,是做事情一定要干净毕落 然后,从以前来讲 我在国内啊,高中啊,还有初中啊 做过一些事情,比如说学生会主席 在电视台,然后电视台做节目 做一些过去的东西 但是在美国呢,我在美国读高中 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做过 我高中的,当时叫 Chinese Club的President 是一个中文社 我最大的欣慰呢,不是说中文社里面 举办了一次大活动 是中文社 从一个只有13个会员的一个 成长成为一个 130几个的 一个活跃会员的一个 这么一个社团 在我的学上呢,中国人其实不是特别多 只有一些吧 跟正文华大人没法比 所以呢,只是说 说这个话呢,只是说 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 去做Event 或者是说,或者是说 把一个组织带起来 我有这个能力 然后呢,再说一下 如果我做VP的话 VP Event的话 我有一些计划 就比如说,总结到以前的一些 发生的问题 它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后,我最大的个点 就是说,每次开始Event 开始下一个活动之前 都一定要把计划做好 每一个人,包括宣传 包括统筹,包括一些 现场之前的一些布置 还有一些最主要的 我认为,咱们 所有这次活动 从去年这些活动下来之后 最主要问题就是 咱们对时间的掌控 无论是每次活动的 就包括咱们开会的 和一些问题的时间掌控 这点非常重要 这也是说,我的明年 如果是我做VP VP Event的话 来注重 来把握一些东西 然后呢,我再说一下 那我在习生会 接着这一些活动的经历 咱先从最开始的习生会说 习生会呢 有一天我在跟 在外面闲聊 中方闲聊的时候 迈过打电话说 做主持人 我说行 我毕竟以前有这个经历 后来做主持人 然后呢,我感觉的说 习生会那天我做主持人 做的效果还可以 然后在场的新生会 比较满意 滑下你的感觉 比较还可以 那个安排做的不是我安排的 就是我比较热 所以这两期 我一感到不少 没有做事 然后就是新生会 新生会的时候呢 当时是我和李佛在做主持人 然后我就简易的提一下 然后过了新生会之后呢 我认为咱们建设最大的三个活动 就是习生会 一个是春晚 一个是保持人 然后春晚的时候呢 我也做了 一个是特别主持 也主持 掌握最大的空前就是 抽鸡票子 是吧 然后做主持 然后最重要的 其实我认为春晚中 我做的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 我 王开思 还有高瑞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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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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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那天开会的时候 他觉得已经做 大家可能没看到了 我们在这边 其实有做 小米这个时候呢 当时 方笑开会的时候呢 不断按手 所以咱们这些 CSA 那个 Officer里面 有这些幽默开了的人就赶紧做 然后就看我 然后就决定说既然小品就是拿出来的可以做 其实小品呢可能大家白显成效果的 不是说以我预想的那么好 但是我只能做小品的时候 当时我自从拿到这个事的时候 开始收集一些周边的一些笑料 开始把它自己记录下来 然后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我会看到小品的一些小品的视频 摆住前十几页里面的所有的视频 小品视频的 学生之间的视频 还有包括一些地方网络的一些小品的视频 我们全都看了 里面有一点感觉说能引起大家共鸣的笑料 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整理出来 我感觉笑料还是比较 但是我感觉说小品最重要的还是说 写稿的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大家在自己眼中 在自己眼中来机械 来把这些东西来完成 最主要就是精力啊 开机啊 还有高位啊 还有事情啊 这个小品呢最后完成了 真的很感谢你们 对啊 然后通过小品呢 也不知道 还有小品 还有通过大家也还有 对 还记得那个视频 就是 逐渐当的一个视频 就是 也非常感谢 通过于把这个视频做了好 就把这个视频 去触摸 其实做这些东西呢 只是说想告诉大家说 如果给我完成这个任务 对啊 给了我一个任务 就会尽我最大的视频 才能完成 而且我会有计划 去步一步 才能完成 做事 还是我的地方 做事 比较干净的理由 然后就是 花离正那天的游戏 我感觉这个游戏 大家做的效果还可以 大家反映还做得好 虽然有些同学比较失望 没得到那个卡影本 也知道 但是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说我在这个天堂里面 做的一些活动 大致地演响了一下 对 就是那些游戏的 大致地演响了 其实我感觉 大家都这么熟 我只是把以前的 知道的东西 我做过的事情 大致地演响了 也不想说这么 这么细节的 把这个事情 完整的经过港湾 其实我们 在这里 都这么好的场面 我认为说 就像那天子余跟我说一句话 我们从发布局回来的时候 就在这儿跟我说 说 CICC就是他的 这些社会人最大的权利 看华夏刚才也说 其实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进CICC里面 我越发的感觉说 这不是一个组织 这更像一个家庭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有什么事 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互相共享 或者说帮助 真的 其实这是我说的犀利话 也不是说来套大家 咱们再下次再从开始 去年 我是从去年 三月份的时候 我家里当心 我当年 然后 在这么长时间里 一起去 就会有什么事 就会有什么事